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市府員工親子日 回應媒體父親節怎麼過 會帶七小一起聚餐 但員工親子日卻不見孩子蹤影 他說妻子已經安排帶小孩出處玩 他則是留下陪伴員工與孩子合照 父親節我大概就是很高興 第一次三寶爸爸的第一個父親節 所以會跟三個孩子一起聚聚 一起吃個飯 那最主要是謝謝媽媽非常辛苦 因為小朋友他們今天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媽媽會好像幫他們安排了 好像要到這個一些 好像會帶他們出去玩 一直以來 我想我們市府同仁非常的辛苦 那當然背後有支持著各位的家人 特別是我們的孩子小朋友 我想也因為大家的體諒 才能讓我們所有同仁在崗會上面 過顧之憂努力的打拼 那今天最重要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也利用暑假的時候來到爸爸媽媽工作的地方 看看爸爸媽媽平常工作的場合 都在忙些什麼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都可以到爸爸媽媽的座位上去看看 也可以到我們市府大樓去走走逛逛了解這個環境 那當然我想小朋友一定很好奇 爸爸媽媽到底都在做什麼 其實平常你們搭的捷運坐的公車到動物園到兒童心樂園等等 其實很多這些規劃政策的推出都是靠他媽媽辛苦努力完成的 所以在這邊要謝謝大家的努力 然後創造一個這麼好的台北市 另一方面也要跟大家講 我們市府團隊也在8月1號正式啟用 也就是我們台北市首創公辦民營的脫衣中心 照顧我們所有市府同仁 有小小朋友的都可以到我們市府 在二樓的地方有脫衣中心 而且名額從原本12名增加到32名 所以我們都希望持續的營造一個更育兒友善的環境 從台北市首創作起 那親子日我其實在國外也有參加 我以前在工作的事務所也好 或我太太服務的企業 都有所謂的Kids at one day 就是讓我們所有的孩子都可以來到同仁們的辦公室 然後瞭解我們工作的環境 我想透過這樣子很溫馨的活動 也希望讓我們所有同仁平常辛苦的努力付出 都會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為有孩子家人的支持 那最後我想今天我們有手作氣球 有拍接 有各種好玩的活動 都希望孩子們盡情的享受 市府一年一度的親子日活動 今年特別多人參加 共計約有260戶家庭768人 促進親子兼勤幹 一樓大廳設有送充氣造型氣球 旋轉設施與拍貼等攤位活動 我們今天來就參加市府的親子日 然後因為覺得就小朋友來這邊很好玩 所以我們想說來參加 我們每年 直接我在市府這邊 我們每年都有來 今年你們覺得今年好不好玩 好吧 玩 玩了什麼 你們玩了什麼 玩了 我們也拿了氣球 因為很多可以玩 然後又可以跟市長拍照 對 對 很開心 我們去DIY丟那個遊戲 然後還有做氣球 換禮物 還有拍貼 今年很棒有那個很棒的拍貼 可以歡迎大家一起來玩 對 就是可以跟小孩一起來玩 然後看我們的辦公環境 要不然他們平常就是 比較少接觸到我們這邊的環境 市府的環境 對 工作的弟弟 才知道我們的辛苦 哈哈哈哈 那這半爸爸媽媽一天上場工作 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在幹嘛 工作很辛苦 市長大家都知道 市長是非常重視那個 友善職場的環境 而且市長也很親民 然後樂於跟同仁互動 所以今年同仁在 我們在規劃活動的時候咧 我們除了去就是了解一下 說小朋友現在喜歡的內容之外 那我們今年主要就是要加強一些 即時互動的遊戲 像好比說時下最流行的那個拍貼機 那還有一些我們的那個 即時互動遊戲 就是有那個 可以增加互動的機會 在那個舞台的後面那邊 然後就是營造一個 就是親子共融的一個機會 那也讓不同的家庭當中呢 可以相互的認識 相互的互動 所以今年這是我們規劃的特色 我今年的報名非常的踴躍 那有兩百六十個家庭報名 然後七百多個 一共有七百多個人參與 是非常的踴躍 大家可以感受到現場熱烈的氣氛 那同仁都非常的開心 去年的話 確實是比去年多 去年可能是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 去年大概只有五百個左右 所以今年就是報名非常非常的踴躍 另外媒體也關心講完腰傷 他笑說已經好很多了 會閃到腰是因為二保三保 突然變得比較重 有時候報他們一個不小心 就會閃到腰 記者問郡張啟騰台北報導